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雷下雨又刮风 弟子人数众多从圆镇堂里挤到了门外 大家临着雨也心甘情愿 为的就是要能够亲自见到自己的根本上师连身活活 终于圣尊连身活活清零现场 大家热烈的掌声心中无限的激动 我们就赶快来看当天的实况 我们就赶快来看当天的实况 恭喜聖春年宿莫果 共登 四名的一名秘書 招式不想的這一刻終於到了 讓我們致力的歡迎我們的根本傳上師聖聖爺師婆婆 你的師父也將經驗放師 在這裡我請問大家想不想念師兄 大家愛不愛師師 今天我佛菩薩 今天佛菩天龍八部 以全世界最大的聲音 最大的雷聲來表示歡迎師兄的利益 今天的雷聲特別大聲 打得心很凍 打得腦筋清醒過來 原來就是師兄聖聖爺 首先呢我們經理兩名和尚三家正空上市 十六四大寶寶王卡瑪巴 圖登大吉上師 敬禮堂成三寶 師母還有原正堂 連簽上師 連簽上師 還有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各位同門 大家吉祥 謝謝 剛剛來的時候啊 這個外面還集滿了很多人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進來 而且呢 外面也嚇人 覺得 這個 嚴正堂 這個堂 只要師尊一到了 這個雷上是再大 也是不夠大 但是師尊沒有來呢 就又太大了 這個很抱歉的 因為 只要到哪裡 就是一定急得這麼滿 那麼也有很多人沒有辦法進來 啊 有的就是在外面 這樣 心裡也是覺得 啊 有一點這個難過 他們沒有辦法聽到 也沒有辦法進來 我記得以前 很早很早以前 我路過新加坡 很早很早 第一次 我去找嚴正堂 我去找嚴正堂 因為我知道 新加坡有一個嚴正堂 去找找找找 找到一個小房子 啊 小房子裡面也沒有什麼人 裡面也很暗 裡面也很暗 有幾個 有老人 也有小孩 還有連結上次 還有連結上次 一個人 是不是這樣 而且我就坐在那個 那個不算客廳啊 不知道是 是 是什麼地方總之只有三四個人 聽我說法 那是第一次 第一次到嚴正堂 你看時間 你看時間 真的好快 這個佛法呢 它本身它有它的 力量 那麼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遵行這個佛陀的法 去修行 那就是 必須要 像今天 這個 延滿正 最後呢 就是延滿正 就是延正 延正 延正 延滿正 最近我講的這個 征佛禪訪 裡面很多都是延滿正 都是第一 延滿正 這世間的人啊 不了解延滿正 所以一直在這個 輪迴之中啊 流浪 沒有停止的流浪 沒有停止的流浪 那如何 不再輪迴裡面流浪 就必須要以佛法去 喚醒所有人的心 這個就是明性 這個就是明性 那麼要見證到真正的佛性 這個叫做見性 那麼很少人 能夠體會到 釋迦摩尼佛所講的話 很少很少 像師尊啊 像師尊啊 在人間 也流浪了 這個六十四年 師母流浪六十年 哈哈哈哈 我流浪了六十四年 那麼我知道 什麼叫做嚴正 所以我就是 最近常常啊 叫人家說 你們射見 講出你們的正物 嚴滿正物是什麼 大家以為我今天來嚴正堂 十三年後 又來嚴正堂 其實 我根本 沒有來過嚴正堂 根本 也沒有辦過很多很多的法會 也根本 沒有寫過兩百多本書 這個就是釋迦摩尼佛的證物 釋迦摩尼佛的 是說 他沒有三轉化 說法四十九年 連一個字都沒有說 這個就是嚴滿正物 各位觀眾 台灣雷藏寺二零零九年 極醜年工作手冊已完成 裡面有農民曆 法會活動表 連身活佛 傳授真佛祕法的寶貴開示 歡迎您祝印結緣 新年必備的手冊 台灣雷藏寺 極醜年工作手冊 歡迎您再次收看 給你點上新燈 我是徐雅琪 今天我們節目 非常非常的難得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能夠專訪到真佛中的 根本傳承上師 聖尊連身活佛 師尊好 師尊好 我們真的是太開心了 我們能夠 親自的來訪問聖尊連身活佛 尤其是我們在這個2008年呢 我們舉辦了很盛大的慶祝師尊您 創作200本的這個著作的偉大的這樣子的一個里程碑的活動 我們知道您現在也繼續的在寫書 可是我們知道您的人生不是這200本就可以交代的 在過去的這段時間 很多真佛中的弟子有很多的話想要對您說 所以今天藉由這個機會真的是非常謝謝師尊 師尊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是有什麼樣的福報今天可以訪問到師尊 這也是一個基岩啦 是 因為我剛剛到這個新加坡去辦十輪金剛的灌頂 那就順道這個回到台灣來 那在台灣呢就有就產生了一個員 那麼在台灣也辦了一個法會 那接著呢就是接受這個你的邀請 那師尊您知道就是在2000年的時候您曾經宣佈說要隱居閉關 那很多很多的弟子他們都非常的想念您 在這段時間呢其實也是靠我們這個文宣啊 或者是我們這個電視紅髮 我們一直在回向我們希望師尊能夠什麼時候出關 那在這段時間聽說您曾經想要就回去了 是什麼原因呢 那一段時間是這樣子的 因為那時候啊 也真的是生了一場大病啊 那覺得自己感覺到說 這個好像一隻蒼蠅啊 這個飛到這個兩片玻璃裡面 那前途非常的光明 但是沒有出路 是嗎 是不是也會這樣 前途非常的光明啊 但是沒有出路 因為我不知道我隱居要到什麼時候 所以那段時間就想說乾脆 啊乾脆 因為像我們行者呢 就比較乾脆一點 只是說想來就可以來 想走就可以走 那是不是我們有這樣子的回向 我們拼命的這樣子求師尊 師尊您看到了嗎 您感受到了對不對 總之我知道了 總之我知道了 好像這個本來去還曾經見到的 釋迦摩尼佛還有姚慈金母 所以他們是希望您回去嗎 還是他們有什麼知識 其實姚慈金母是我的第一個本尊 是 那麼姚慈金母她主黨 她說這個時候啊還不是你回去的時候 你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真的真的 所以我們真的是很感謝姚慈金母 那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姻緣喔 我們知道說 盛尊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這一兩年呢 我們也接受師尊的傳法 像是十輪金剛洗金剛這些大法 這樣子陸續的這個傳授啊 當然在這當中您也看到了 出關了 看到了許許多多的弟子 有沒有這些弟子在幾年以後 再看到他們的 令你感受是比較不一樣的 有沒有這樣子的情形可以舉例 是的 這個我很坦白說啊 也是很這個敬佩很多的弟子 是 像這個巴西的這個蓮花伊勇 喔 梁勇 對 對 梁勇 她為了這個要找我 是 歷盡了千辛萬苦 對 替大溪地整個所有的島 全部都找遍 對 在《真佛報》上面有刊登 她這一段的這個詞詞 對 算起來呢 她是在尋返我的那一種的熱忱 就很令我很感動 對 另外呢 蓮花浩銘 浩銘 在加拿大的 Calculine 這位弟子呢 他很認真的修禪 喔 所以他已經接近了開悟 是 那麼我再給他點播一下 那麼他就開悟了 喔 喔 這個也是很值得這個 很敬仰的這個弟子 是是 另外還有呢 嗯 這個 很多的弟子 都是很認真的在修法 是 所以他們也都是我很敬仰的 能夠得到師尊這樣子親口的這樣子的稱讚 我們真的要好好跟他們自己會學習啊 而且師尊也有真正正面的給他們鼓勵 還有把師尊的這個法袍也都 最近都在這樣子鼓勵大家喔 您覺得這樣子是不是也是一種 對他們的更大的一種加持 還是說我們所有的人都得到加持 是這個樣子的 因為啊 這個 像活菩薩來講起來 嗯 他的加持力是 像太陽一樣的 除非你撐傘 嗯 他照不到你 嗯 否則所有的加持力是在每一個眾生的身上 我們都一樣的 只要我們心打開的話 我們一樣就是在得到師尊的這樣子的加持 佛菩薩的加持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是 比較令人覺得正面有鼓勵性的 但是我們知道您出關之後 還是會引起一些媒體的注意 在這段期間在媒體界呢也有一些波瀾 這個部分呢是很多的 我們一般只是很單純要跟隨師尊修 修行真佛祕法的人呢 這是比較沒有辦法料想的 尤其是時代的進步啊 這個圖片啊 用電腦合成啊 移花接木啊 就是積飛城市的 這種困擾呢 讓很多本來對您可能產生的是一個 想要去了解您的 可是他馬上被媒體這樣子一些不正確的誤導 他可能就完全的就把它排除在外了 對於這個部分 您有沒有什麼困擾 或說帶給我們有一些的這樣子的 弟子的這種心痛 在這個過程當中您是怎麼處理的 我是這個樣子的 因為這是很 這個是正常的現象 正常的 只要是你稍微有一點名氣的人 我不是講說我是名人啊 沒有是真是啊 只要稍微有一點名氣的人 這個媒體一定會追上你的 而且一定是普風捉影的 所以這個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把它看成很正常的事情 同時也不放在這個自己的心上 是 因為你要有份量 媒體才會報導你 欸 這個你必須要高興的 高興啊 你看我們都要哭了 每一個人眼睛都淚光光的 我們應該要高興啊 是啊 應該講起來是這個樣子 如果媒體報導的是事實 嗯哼 那你自己行責本身啊 你就是要改正 嗯哼 如果報導不是事實 是 一般來講起來 我們都是 笑一笑就過了 可是有部分的照片是事實嗎 比方說師尊很muscle的 這樣子的金剛像的 對不對 出去遊玩的這個照片 這個是 這個是很正常的嘛 對不對 可是被他們這樣子去 用一個 好像特別的角度 去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這樣子 其他弟子都不見了 變成好像只有 跟這個女生在一起 其實這個 就是媒體的做法 這是我的光榮啊 這是 這是我的光榮 因為我年紀也不小 對不對 還有美女站在旁邊的話 那不是很光榮的一件事嗎 這個 這沒有什麼錯啊 哇 師尊您這樣回答 很多的 這個 中派的一些人 他們會覺得說 哇 我們師尊 難道 他的這個邏輯 跟一般的修行人 是不一樣嗎 其實是一樣的 對不對 其實 師尊 所以我覺得說 媒體的報導 是很尋常的事情 我記得 這種報導 並不是一次 而是很多次 很多次 而且是 一個題目 它會報導很久 有時候他們會 因為他們沒有什麼 特別的題材 如果報導這樣子的話 這個雜誌啊 報紙啊 它的銷路都會好 欸對 它那一期呢 很多人去買 因為 我們弟子都在哭 對不對 你看剛剛哭成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很怕說 別人看到了 師尊的那個 muscle的樣子 其實師尊很光榮欸 就大家拼命的買 像我一個人就買了20本 真是 原來 像muscle來講起來 我確實是有muscle啊 對 我們終於知道了 感謝雜誌 對不對 有時候我應該 比幾個muscle的姿勢 像這樣子 比一下 這樣子的muscle的姿勢 因為真的是 本來就有muscle 或者比一下 所以這個 我個人很喜歡游泳 本來就是很正常的一種 健身的一個運動 我個人很喜歡游泳 但是我聽說 這個出家的借力 是不可以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對 我當初也不知道說 因為 斯嘉摩尼佛訂那些借力 他那時候大概還沒有游泳 對不對 他沒有把游泳寫進去啊 所以我認為 斯嘉摩尼佛 既然沒有訂這個借力 我當然是可以游泳 但是好像 有一條是這樣子 你不能把自己的身體 露出幾分之幾 讓人家這樣子 讓人家看到 是這樣子的 這是佛陀在世之後 還是就是說現在 大概是最近的吧 最近的 佛陀那時候 我也沒有看過哪一本經典說 佛陀下去游泳啊 所以這個情況呢 其實斯尊很多是自然而然 對不對 那剛剛講說媒體 我們記得在那個 香港也是同樣的情形 那時候把師尊弄得好像是 很多鈔票當封面啊 然後還有勞斯萊斯車 很光榮的 把他當整個雜誌的封面 這個封面就是我 對 封面就是我本人 那麼上面空中飄下來都是鈔票 都是鈔票 對 這一首爆的是勞斯萊斯 這一首也是勞斯萊斯啊 哇 這個封面設計的看起來真的是 人家就說 哇 這是出家人嗎 一般人啦 就是說大家可能就是被 剛剛所謂 最近的這個佛教的戒律 的認知裡頭就說 然後再加上媒體 他們看到我們假如有很大的 這種法會的感恩宴 就是說我們一桌一桌的 都在吃肉啊 吃昏啊 所以這些都是他們這個 下手下筆的這個一個 一個琢磨的這個部分喔 所以這個部分您 是不是早就習慣了 這個 密教的事情是這樣子的 密教它對於這個分數 觀念跟一般顯教的觀念是不同的 像我們密教來講起來 根本就沒有分別 什麼是分什麼是數 我們最主要講的所謂數 是心數 心要數 而不是外表面上的數 表面上的數 心要數 也就是你出口的時候 不講粗話 是 不罵人 那麼 戒律呢 殺 盜 淫 忘 酒 這五戒你要守 所以在我們密教是一模一樣的 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密教本身來講 它為什麼是不分別的吃 主要呢 它可以 把這個你吃的東西超度了 是 所以我們先念咒 先持咒 先把你要吃的這個東西把它超度了 然後你又做供養 然後你又做供養 它很多的意義在裡面呢 我們當一個吃就是修行 吃本身就是供養 供養自己跟供養佛菩薩 第二個 你必須要把這個你吃的東西超度 超度了 像持咒啦 這個吹口氣都是超度 吹口氣 吹口氣都是超度 念咒 就是供養 那這個 是不是也是需要有這個先歸以後 它才能吹口氣可以超度 還是說一般人 當然我們平時就念了很多的超度的咒 是 臨時的時候要吃的時候 吹一口氣 就是把它的神勢 也就是一般來講就是靈魂 給它送上了西方的淨土 所以媒體看到我們這樣子吃肉啊 吃荤啊 他們並不知道其實我們 吹口氣的力量是多麼的偉大 而且我們是抱著一個什麼樣的心態來吃 來供養 所以這就是大家沒有辦法更深一層的去了解 不過沒有關係 今天透過我們這樣子的專訪 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師真連生活佛 它是這麼樣子的一個自然 它是非常的這個隨意大家 大家給我吃什麼 其實我都沒有犯了五戒 但是我就是隨弟子的供養 然後我真的是可以保證 把這一些飲食都把它超生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 你看到我們有兩百桌 五百桌 大家拼命 很歡喜的在這個飲食啊 好我們今天呢 談到這個媒體的部分呢 其實後來呢 我們師尊還有更偉大的 他的一種見解 是我本人可以做見證的 那是什麼呢 那就是師尊曾經說 沒有人能夠傷害師尊 為什麼呢 我們留了下一集 我們再來請示師尊 謝謝師尊 謝謝 謝謝